我不敢說我是最好的媽媽 至少我兒子絕對不是罵寶 他到底傷害過誰啦 讓你們這些聲明把他給罵成這樣子 只要他有傷害過 哪一個人你站出來 我跪下來跟你們道歉 迪音孫鵬的獨子孫安佐 近年來爭議不斷 許多網路酸民持續攻擊孫安佐 阿布迪音看不下去 開直播護航寶貝兒子 到底我兒子即便他有做錯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說他沒有錯啊 他傷害過誰 沒有呢 他都被傷害的耶 我不敢說我是最好的媽媽 至少我兒子絕不是罵寶 我也不是特寵孩子的人 我們家是有家教的 很多的名嘴 講說什麼我把兒子寵到我變態了 我正在想說他們是在講我嗎 但我是不能理解說 你們是憑什麼講我們 你哪來的底氣講我們 我就覺得他們好可憐 因為他們只能靠我我賺錢 講我的話題 講我兒子的話題 講我們家的話題在賺錢 台灣雙鵬就太多了 因為真的太無聊了 然後自己在照口業都不知道 那我每天都已經很努力很努力了 在寫一些正能量的東西 希望給改變我們台灣現在變態的那一種 很多人的想法 不管他做了什麼 我只請教一件事情 他傷害過誰 我就很強調這句話 只要他有傷害過 哪一個人你站出來 我跪下來跟你們道歉 全台灣人的酸民們 你罵我兒子 他到底傷了你什麼嗎 他都傷害他自己 我講白了 全世界的我誰都不怕 我更不在乎我的在演藝事業 我要不要拍戲有沒有人找我 不在乎 我真不在乎 我一樣可以過得很好 我常常跟我兒子講說 我說兒子 你是個很善良的孩子 有些時候你被陷害了 然後腦袋不太清楚 讓這個社會 好像對你有負面新聞這麼多 讓媽媽知道你是個很善良的 但是沒有關係 兒子我們找回自己 這次的節目 是個很敷衍的 是個很精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